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的题杆比较模糊 我们来捋一下 一个有象图的顶点 不能排在一个拓谱序列中 它在说什么 它是不是在告诉你 若一个有象图 它没有一个拓谱序列 那么没有拓谱序列意味着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意味着它是一个有环图呀 所以这道题直接转化成了 如果说有一个有象图 它是有环的 那么能够判定什么 这样是不是简单多了 现在我们来每一个选项来看一下 首先A选项是一个有根的有象图 有根和有环是不是没啥关系 所以A选项不对 B选项是一个强连通图 是不是只有有环的部分 它才能够实现一个任意一点点 能够相互到达呀 而比如说这是一个有环的部分 然后这样前后各有一个 假如说我有这样一个图 中间的顶点我没有画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我能够实现任意顶点之间都能够直接到达吗 我这里的顶点能够直接到达这里吗 最简单的一个情况对吧 是不是就不行呀 所以说强连通图不可能 C选项还有多个入度为0的顶点 同样不对 照样指一个很简单的情况 任意顶点 然后其他的顶点都指向它 所有指向它的顶点是不是都是入度为0的顶点呀 那么这个图是一个图吧 是一个有象图吧 是没有环吧 那C选项是不是也不对呀 好 第选项 含有顶点数目大于1的强连通分量 注意这里他说了只是一个强连通分量 并没有说整个图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任意有环的有象图 我们只把那个有环的部分抽出来 那么这里数目大于1为什么 是不是你有环一定是大于两个顶点的呀 最少 所以说把这一部分拎出来之后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强连通分量呀 在这个环之中 任意一个顶点是不是都可以到达任意一个其他顶点呀 因为你是一个环对不对 注意一下逻辑上的推理关系是 上有环推下面的四个选项 而不是下面四个选项推上面 这个顺序要注意一下 好 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最后一个答案是一个D选项 若有环 那么直接把环这一部分抽出来 它就是一个顶点数目大于1的强连通分量 好 讲到这里